作为中国古代封建君主统治历史上的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秦朝的历史地位举足轻重 它不仅结束了长久以来的战乱纷争 也给数千年的封建君主统治开了一个很好的头 这就是为何秦朝在历史上仅仅延续了十几年 但是历史地位如此之高的原因 很多人把秦朝的创立归功于秦始皇 而秦始皇千古一帝的地位也就此确立 但是秦朝之所以能够统一六国 离不开秦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 正是这些统治者们的前期铺垫 到了秦始皇这里 才有底气和势力来与其他六国抗衡 大家好这里是天天讲故事 如果你对视频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当年三家分进 韩国分道的地盘位于秦、旗、楚、魏四国的中间 算是五国通取 交通位置非常重要 对本国的商业发展也非常有利 但同样的区位条件让韩国也成了四战之地 以至于战国战争之多折磨如韩 另外 韩国也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比如铁矿 正因如此 韩国出产的兵器可以说是最受各国欢迎的 当时就有天下之强弓禁奴皆从韩出的说法 韩国出产的刀剑也路断牛马 水劫虎咽 但也正因如此 韩国被周边其他国家寄予已久 众所周知 秦国最后灭掉了另外的六国 但六国是怎样被灭的 他们灭亡的顺序又是怎样的呢 秦灭六国大致是按照先一后南和先北后南的顺序开始的 战国末期 最弱小的就是韩国 所以 秦国从韩国开始了扫平六国的行动 公元前231年 秦国发动了对韩国的作战 史记中 对秦灭韩只有遥遥数十字 九年 秦鲁王安 进入齐地 围影川郡 韩岁王 韩国实力在七雄之中最为孱弱 但地处军事要冲 秦国就先对韩国发动了进攻 公元前231年9月 韩国南洋太守藤主动投降 先出南洋朱地 秦国借此位跳板 开始吞噬韩国 秦王正17年 内史藤突然率领秦军渡过黄河 一举攻破韩国王成兴政 俘虏了韩王安 灭了韩国 设韩国旧土围影川郡 此战 秦军以绝对的优势 突然袭击 击败了韩国 占领了秦国东出的战略要地 也走好了秦国东出的第一步 韩国被灭之后 秦国马不停蹄的集中兵力 向赵国大举进攻 公元前229年 秦江王俭 杨端和分别率兵向赵国进攻 酒精沙场的赵国速将李牧 司马尚率军拼命抵抗 两军对垒 苦苦相持一年之久 前线攻敌不克 此时 秦王正想到另一个可以利用的力量 他派人用重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 郭开接受了贿赂 向赵王诬告李牧 司马尚预谋叛变 赵王轻信了谗言 暗地派人逮捕李牧并处以死刑 马尚也被免职 借力打力 秦王正借赵王之剑 杀害了坚决抗秦的李牧 秦国得到在战场上无法得到的一切 三个月后 赵国被灭 俘虏赵王谦 灭掉赵国以后 灭赵的秦军在王俭诸将率领下 乘胜兼城北上灭烟 当此危急之时 烟太子丹企图以行刺的手段 达到抗秦保国的目的 太子丹派荆轻刑刺秦王 最终失败 秦王立刻下令前线秦军大举进攻燕国 王卓和新胜指挥的秦军在一水河的西边大破烟带联军 公元前226年10月 王俭的军队打败了太子丹所率领的燕军 很快占领燕都继承 燕王和太子丹慌慌张张地退守辽东郡 为摆脱困境 燕王喜杀儿子太子丹以讨秦王原谅 然而秦军根本不予理睬 继续挥施蒙宫 公元前222年 秦王再令王奔领兵攻燕 在辽东升起燕王喜 燕国灭亡 秦灭兆之后 本想趁大盛之势 立即南下攻击楚国 但是秦楚之间 还有一个魏国拦路 魏国地处天下中心 在长期的对外战争中逐渐削弱 秦国此前又多次攻打魏国 魏国一直割地求和 魏国现在的土地 仅为国都大洋附近一片 虽然已经无法对秦国造成威胁 但是终究是攻处的障碍 嬴政决定先灭魏后灭楚 秦始皇22年 嬴政派大将王奔率兵攻打魏国首都大洋 魏国大洋城墙坚固 一守难攻 若是秦军强攻必然会付出数倍的代价 王奔于是决定引大河之水 水淹大洋城 经过三个月的战斗 大洋城破 魏王甲投降 被王奔所杀 魏国灭亡 攻打楚国是秦统一六国进程中最为艰难的一夜 楚国为东南大国 拥有甲氏百万战车千成 战骑万匹的强大国家 人口众多 资源丰富 楚国还有向燕等猛将 还有在秦国工作多年的楚公子昌平军和昌文军 他俩熟悉秦国军情 带兵聚守在楚国比陈一代的抗秦前线 面对上述种种情况 秦国要想灭掉楚国 并不是那么容易 战争最关键的是要选好统军的主帅 在公楚的秦军中 有个青年降临李信 秦王正对他很赏识 公楚之前 秦王问他 灭楚需要多少兵力 李信有把握地达到 二十万人足够 秦王半信半疑 又问老将王俭 王俭思考再三后说 非六十万人不可 秦王正见李信 李王俭少要四十万人马 同样能实现灭楚愿望 便轻率地做出决定 让李信率兵灭楚 李信和蒙武 怀着必胜的信心 分两路进军楚国 一路攻打平渝 一路直插秦秋 起初 两处进展顺利 不断向纵身停进 深入到楚国腹地 正当秦军快速突进的时候 不料后方形势突变 埋伏在秦军侧后的楚军 在昌平军等率领下反攻秦军 破十里蒙回师 经过连续三天三夜的角逐 楚军大破秦军 杀秦都为欺人 尽收十地 听到这个失败的消息 秦王正并未加罪于李蒙而降 在经过冷静的思考后 秦王正魄力不下赵令 亲自骑马赶到贫阳王俭家乡 当门向老将军王俭认错 王俭不计前嫌 以大局为重 欣然应命率军攻处 秦王正二十三年 秦国大军涌入楚境 求胜心切的楚军 曾数次前来挑战 秦军避而不应 等待战机 楚军因粮草不计 有意又敌深入 王俭抓住楚军东进之机 以强兵撞勇做先锋 大破楚军 活捉楚王复楚 楚将昌平军自杀 接着王俭又乘胜率军渡江 攻取了附庸于楚的越国 越王被迫降秦 至此 六国中最强大的劲敌 楚国终于被灭 齐国自继西之战 受到燕军重创以来 实力一直未能恢复 秦国在远交进攻的方针下 采取一切非军事手段 争取齐国中立 以削弱六国抗秦的力量 齐军为了自身的眼前利益 对秦义采取极好政策 不敢支援其他五国抗秦 由于齐王见识秦景 所以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 齐承向后胜为秦国重金收买 只幻想与秦联盟 既不与各国合纵抗秦 也不在本国加强战备 齐王完全听信了后胜的主张 直到秦国攻灭了五国以后 齐王才感觉到秦国的威胁 慌忙将军队集结到西部 准备抵御秦军进攻 二十六年 齐王以齐国拒绝秦国使者 访齐为由 避开了齐国西部主力 秦王本率领秦军由元燕国南部 南下进攻齐都林兹 齐军士气本部旺盛 对秦军突然从北攻来 更是措手不及 迅速土崩瓦解 秦军一举攻占林兹 扶齐王建 齐王 秦王在齐设置齐骏和狼邪骏 秦王嬴政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 吞并六国 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谍报工作 秦国还没进攻的时候 就派人用重金收买敌国的高级官员 这样既可以得到情报 还可以离建国与国 君王和臣子的关系 使得六国始终无法齐力抵抗秦国 从而一一破支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